这个女仆也太可爱了 只因看到男主小时候画的图册 她竟开心到扭成了蚯蚓 解决完马戏团的事情后 爱丽丝随同男主乘坐马车准备回家 路上 男主很担心管家有没有擅自打扫自己的房间 毕竟他总是会把需要用的东西也收拾掉 可爱丽丝却让少爷尽管放心 因为他出门前已经打扫过了 而且藏在床底下的资料也已经转移 回到别墅后 看到少爷的管家兴奋地冲了过来 而让罗布一个人看家这么久 两人很是抱歉 为此他们给管家带了许多礼物 首先是团长送了马戏团门票 接着是带有签名的瓶塞 还有一块像猫的石头 最后是扎音送的望远镜 看着乱糟糟的房间 爱丽丝在周围随意摆弄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盒子 正要上前打开看看时 罗布拿出了男主小时候画的图册 见爱丽丝一脸想要的模样 管家毫不犹豫地将她送给了爱丽丝 到了晚上 爱丽丝在房间翻看着图册 当看到里面的自己和少爷牵手的画时 她瞬间春心荡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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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